韩国YG事务所近期接连爆出丑闻 期间辞职的前社长梁炫熙被报涉及多项非法交易 包括涉嫌性招待海外投资商 涉嫌非法兑换外币以及海外赌博 而旗下的艺人天团Big Band成员胜利 爆出性丑闻后解约以及退团 男团iKON成员BI也先后爆出丑闻退团 令到YG的股价大受影响 根据韩媒报道 YG目前的市值已经跌破4000亿韩元 以及大约23亿元人民币 已经被两大竞争对手 SM事务所和JYP事务所远远抛离 YG现阶段的营业利润只与著名餐厅一样 YG的歌手上半年的专辑销量加起来 也仅仅超过50万张 同时YG如果在10月16日前 不能将股价提升到44900韩元 约260元人民币 就要赔偿670亿韩元 以及约3.9亿元人民币 同属传统的三大事务所 今日SM和JYP公开的业绩报告显示 以今年第二季为标准 SM的营业利润为38亿韩元 约2204万元人民币 JYP的营业利润为94亿韩元 约5452万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YG的营业利润仅为2亿韩元 约116万人民币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56亿韩元 业绩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相反JYP旗下的人气旅团TWICE 早前在日本举行了巡演 并没有拨入公司的第二季度业绩 如果把它算进去的话 估计JYP的盈利接近100亿韩元 也集约5800万元人民币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